将近四个月没有发布新视频的中国知名网红李子柒 传出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 近日状告她的行销公司行中为念 由于她是中国官媒吹捧出来 可以说好中国故事的宣传机器 外界认为这狗咬狗的负面消息 僵尸的中宣部非常难堪 可能会重创李子柒自身前景 纵横媒体报导 李子柒以她持股的四川紫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名义 10月25号控告杭州为念跟其负责人刘同明 刘氏不满杭州为念给予她的持股分红等待遇 而杭州为念沉默一个礼拜之后 11月1号晚间首度发表声明 证实他们收到法院诉讼的通知 表示将会依法因素 据了解杭州为念近日新增股权冻结资讯 也代表双方的矛盾将正式进入对部公堂的阶段 本名李佳佳的李子柒现年31岁 已拍摄中国农村美食短片起家 2016年在新浪微波爆红之后 2017年下半年开始转载到YouTube声明打造 使得她受到中国官方的注意 2017年李子柒跟微念合资成立四川紫期文化 李子柒持股49% 微念持股51% 2019年底到2020年初 李子柒接连获得中国媒体颁布的 缅度文化传播人物奖 以及2019年十大女性人物头衔 中国官媒央视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一线媒体 以及共青团都曾经对她成就表示肯定 赞扬她成功为中国代言 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不过李子柒在今年7月14号 上传了彩米油盐酱醋茶的影片之后 就没有再发布新的视频 文革研究专家旅美学者宋永义指出 李子柒受到中共党媒的吹捧之后 更加声名大叫 不过在她看来 就是典型中共乌托邦典型的人物 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理事长何宗勋则分析 李子柒是一个非体制之内 中国加持吹捧成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士 她说李子柒的视频从来不谈政治 只介绍中国美好山河 符合中共要打造的国家形象 远比中国官方自己培养的网红效果更好 而且成本更低 不过她也认为中国爱面子 李子柒报出合约纠纷之后 可能会使得中宣部脸上无光 因此李子柒恐怕不会再受到重用 中国著名美学家哲学家李子柒 10月2号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 享年91岁 李子柒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 曾经提倡告别革命 为中国革命史观开拓新的观点 也对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力 还1992年之后开始旅居美国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文化学者赵士林在社群平台推特发文宣布 李子柒在美国科罗拉多时间2号上午过世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刘建梅 也向李子柒的家属证实相关消息 李子柒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 在1930年出生在湖南 195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索理研究员 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 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乐之中 李子柒被青年尊称为精神导师 在知识界几具影响力 他笔下有合称美学三书的著作 包含美的历程 美学四讲 华夏美学 李子柒也非常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 在六四事件之中 李子柒连同刘在富 戴琴 燕家琪等共12个人曾经发表过 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 要求中共当局自次学潮定性为爱国民主运动 李子柒的作品后来因此被禁 并且在1992年移军美国 2007年的时候 他因为不符合政治标准 而落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李子柒是9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 征养告别革命之中的代表人物 主张以改革取代暴力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瑞迪 在个人朋友圈发文悼念李子柒过世的消息 他表示自己是通过李子柒家人的渠道获知消息 他说自己今天获知李子柒过世的消息时 正好开车经过天安门 让他当场累崩 刘瑞迪还提到李子柒身体好的时候 几乎每年都会回到中国 而他最后一次回来是2017年10月16号 他们还一起去建国门的老船办用的便饭 他进一步表示 李子柒给了他一份当时在海外 关于中国命运的访问 访问之中他谈到自己的愿景 他对中国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 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黄克武分析 他自己曾经跟李子柒见过几次面 认为他在90年代 与流亡海外学者刘在富撰写的告别革命 为中国革命史观开辟新的观点 也为学术界带来极大影响力 黄克武认为从李子柒多篇文章来看 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而当前不少学者认为 相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主张 是偏离了马克思的主义 因此黄克武认为 告别革命背后有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意义 也引起不少争议 台海局势紧张之际 中国网络上面流传消息 指出人民武装部队向预备退役的军人发送胆信 利隆提及台湾问题严峻 要做好随时召回的准备 同时中国正在对台湾进行一场舆论讯息战 各地派驻的军队频繁进行导弹发射演习 还向当地军民派发防空应急包 教育民众如何防止空袭 学者认为中国不少网友转发官方武统台湾的言论 也是一种盲目的狂热 似乎媒体报道 目前中国网络平台流传许多人民武装部队 向退伍军人找回应战的简讯 简讯之中表示 各位预备退役的军人你们好 先接到国防部动员部文件通知传达精神 台湾问题非常严峻 期盼各位可以做好随时召回的准备 确保照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不过中国军方发文表示 军事讯息都是机密的讯息 如果要发布一定是由权威部门 通过合适的手段来进行发布 不会这么随便的在网络上面流传 相关单位还表示 这次涉及军事的谣言 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得到如此广大的传播 都是因为十多次媒体炒作军事话题 来提升关注度 剥去流量的行为 不过其实就在不久之前 中国商务部还发文鼓励民众 储存生活必需品 文章里面提到 要鼓励家庭根据生活需要的数量 储备一定的生活必需品 满足日常生活跟突发情况的需要 引起中国网友的关注跟乐意 网友猜测可能是考虑到近期缺煤缺电缺油菜比肉柜的情形 不过有网友认为是因为台海已经要打仗了 因此才会有类似紧急动员的命令出现 来确保物资的供应 并且要民众自己准备相关的日常用品 因为即使在新冠疫情最严禁的时期 中国当时也没有要求过民众要囤积必需品 所以这个通知引发很多的猜测跟恐慌 而对此中国官媒也紧急出来辟谣 二号中午《经济日报》在微博发文表示 不要过度解读甚至误读 强调相关通知是要提高民众应急管理的意识 作为国家应急体系的必要补充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发文解释 他给地区的局势虽然紧张 但是并没有随时开战的紧迫性 他强调中国商务部的本意 是要缓冲进阶性跟灾害的供应紧张的常备能力 不过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消除中国民众的疑虑 中国依旧爆发民生必需品的抢购乐潮 许多超市的货架被搬空 就连首都北京也不例外 三号上午北京部分超市出现粮油等物资购买的高峰 市民主要抢购米、面、调味品这三类的商品 微博照片也显示卖场人山人海 结账大牌长龙 许多货架已经被搬空了 还有中国网友发文抱怨因为抢购买不到米 还有人说自己连一包盐都抢不到 这辈子没有遇过 至此同时山东近南市先前还宣布 要上该市一万个家庭发送人防战备应急包 同样引起关注跟猜测 而先前中国国防时报也曾经发文表示 一旦中国国家开启一级战备 百姓需要做到三点的文章 更加重中国民众对备战的疑虑 美国总统拜登11月2号 在苏格兰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 美国跟中国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理由 但是他担心可能会有意外冲突 综合媒体报导 拜登在联合国气候大会记者会 回应媒体询问美中关系时 他表示我会担心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或是其他意外吗 并不会 他提到他会跟习近平预计举行的视讯峰会之中 再次表明美中之间是竞争 没有必要演变成冲突 但是拜登也表示虽然没有理由出现冲突 但是我也会告知习近平 我们期盼习近平依照游戏规则来走 美国不会改变包含国际海权等多项议题的地场 拜登说我并不寻求也不期盼会发生冲突 但是如同我过去所说的 无心发生的冲突比有心制造的更加糟糕 中共军机最近频繁脑台 台湾国防部一号公布中共10月31号 分别派遣8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而根据日本防卫省统计数据显示 当天还有3架解放军机出现在台湾东北部 10月21号拜登参加CNN的市民大会节目时 他就曾经表示美国将会保护台湾 不过随后白宫跟国务院发言人均表示 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今天通过伯恩斯出任美国驻中大使的提案 伯恩斯主张联盟抗中 支持援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 受到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的青睐 任势案接下来应该可以顺利在参议院全院通过 同时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密立今天表示 如果接获命令的话 美军绝对有能力捍卫台湾 免于受到中国攻击 不过他认为中国未来24个月之内 不太可能尝试用军事的方式来攻占台湾 综合媒体报导 伯恩斯10月20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人士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如果他提名获准的话 他未来将联合盟友遏止中国 证明东升西降绝对不是事实 伯恩斯还承诺他会针对北京没有遵循贸易投资规范 向其追究责任 而面对中国在新疆西藏跟香港等地区的压迫行为 他也不会静默不语 美国驻中大使玄缺依旧已经一年一个月 美国前驻中大使布兰斯塔德去年10月卸职之后返回美国 早在今年4月就传出伯恩斯有望出任驻中大使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一直等到上任满7个月之后 才正式做出宣布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通过相关提名之后 任势安将会送到参议院全院表决 如果获得半数参议员的支持就算过关 在此同时美军参谋首长连席会主席秘利 他今天出席阿斯本安全论坛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主播何特的对谈 台湾议题在之中多次被提及 秘利指出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之内对台湾动武 也就是在6个月12个月或是24个月之内都不太可能发生 而在谈及美军是否会协防台湾时 秘利并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他重申台湾关西法跟美中三个公报 依旧是美方政策 以及和平解决台海议题的期望 不过在被问到美军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时 秘利强调我们绝对有能力而欠毋庸置疑